那個病房可能有很多護理師啊什麼的也要被隔離 那除此之外就是人力也會還蠻吃緊的 啊我們呢就不算人力這樣子 我們是入障 我們是入障 嗨大家好我是王如伊倫 嗨大家好我是韋傑 那今天啊又來聊聊一聊 然後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夯的話題 就是疫情 yes 那就是因為我們兩個現在都算是在醫院實習 所以我們自己在醫院也有看到很多 一些跟以前很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 大家知道說現在每天開的記者會啊 數字都是幾萬幾萬的在呈現 然後甚至可能到最近是不是 或9萬 就是可能快10萬了吧這樣 所以其實人數是越來越多 所以說要達到我們之前希望的清零 就是說都零確診 已經不太可能了 那在這樣子就是必須跟病毒共存的環境下 我覺得現在有點像是還在過渡期吧 就是我們還沒有辦法完全跟他當作是一般感冒這樣共存 就是漸漸流感化漸漸共存 要等到大家都有群聽免疫嘛 對 就是還沒有到這麼容易這樣 所以我們就先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段時間看到過渡期看到的東西 那你在醫院有遇到什麼比較特別的事情 在醫院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我這一個月在外科 還看到蠻多學長姐就是確診以後 變成很多刀都要被迫取消 就是還蠻特別就是 要不是足智醫師確診 住院醫師確診 要不然就是病人確診嘛 就病人確診他其實就不能進來開刀 對 原因是因為很多麻醉 如果全身麻醉都要插管 嗯 所以插管的話就可能會要 不能戴口罩啊什麼的 然後插管的過程可能也會有肥沫質的 就更容易傳染這個疾病 但是其實好像就算你確診還是可以來 你可以來看醫生嗎 現在不是有開那個綠色通道嗎 或者一些 如果你政府派案的話 就會有一些視訊門診的部分 所以其實就是變成說他確診以後 他其實假設他今天有一個很緊急的刀要開 他其實除非真的很緊急很緊急 不然的話其實也是不能來開刀 然後如果組織醫師確診的話 那就更多人不能來開刀 那如果今天是住院醫師確診的話 就會變成可能好幾位住院醫師都不能來的話 變成說那個病房可能有很多護理師啊什麼的 也要被隔離 那除此之外就是人力也會還蠻吃緊的 啊我們呢就不算人力這樣子 我們是入障 我們是入障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算沒怎樣 其實也不能幫到什麼忙 其實會發生很多問題啊 就是疾病很多 病毒細菌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因為了這個疾病 然後就去排擠到其他醫療的資源嗎 或是患者的權益這樣子 因為就比如像我現在是在外科 然後是在胸腔外科的話 那胸腔外科就可能開食道癌或是肺癌 其實尤其肺癌現在還是台灣死亡率第一的癌症 對啊對啊 那這樣就變成說 雖然一些人可能不會死於病毒 但他可能會死於癌症 嗯 就是他如果不趕快處理的話 他的癒後可能也不會到很好這樣 對啊而且肺癌的患者也算 如果得這個疾病會比較嚴重的那一群人 對啊 因為他們的肺本來就 開始有點病變 對啊對啊 或是說他本身就有其他的疾病 導致他更容易有肺癌 這樣說不定這 這應該也是要慢慢流感化的其中一個原因 對 就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讓這些病人有辦法回到醫院 我覺得我還有看到像是說 有一些可能慢性病在處理的一些病人 他們可能就變成說 有好幾個月都不能回醫院 哦 所以這樣才會有韋傑剛剛說的那個 視訊看診的樣子 你有看過視訊看診嗎 有啊有啊 但是其實視訊看診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哦 就是因為有些是比較年老的患者 他們就不像我們 就會拿著LINE啊這樣子 視訊很簡單 又規定說要把健保卡放在這邊 然後這樣跟醫師拍照 但他們就有時候照到天花板啊 有時候照到下面啊 然後有時候網路不穩 所以其實 後來很多人力在那邊接網路之類的 因為其實老實說病的人還是老人比較多 嗯嗯 所以就變成說 視訊好像對他們來說也沒有很方便 可是我有時候遇到的 我真的會笑出來 就是比如說在給小朋友 五六歲的小朋友 就是看視訊門診 讓他們家有更小的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就會拿著玩具這樣 啊啊啊啊 然後衝來 就是擋住那個鏡頭聲 啊啊啊好可愛 就覺得哦好可愛 就直接笑出來這樣 但是其實還是會讓看著 進度跟效率低滿多啊 對啦對啦 會花很多時間在就有點勞失重重的感覺 其實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會不會這樣 因為台灣就是就醫很方便 然後其實整個不大 但其實有些國家 比如說美國他們可能就離很遠 所以他們可能看一個醫生就超遠 所以我在想他們的電子的看著 會比較方便 可能我平常就是比較方便啦 所以當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改變一個模式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一個陣痛期 對對對 但這也是現在能想出來最好的方法了 對 希望大家都保護好自己 對 大家都保護好自己 就是該戴口罩戴口罩 然後該洗手就洗手 啊盡量 就是保護好自己 有症狀快點通報這樣 對 如果你有症狀 就去快篩戳一下 我跟你講我上禮拜啊 我就被PCR兩次 哇 所以妳就一直被戳鼻子 對啊 我就剛好我在的那個 那時候在整型外科 然後就剛好有病人確診 然後就有一群同學 跟阻止醫師都被抓去隔離 那時候我就想 我就剛好又有感冒症狀 然後就很擔心說到底是不是確診還什麼的 所以我就趕快去跟我們通報機 就是每天都會叫大家填 你有沒有什麼症狀啊 你發燒幾度的那個表單 就是調查大家的狀況 然後我就去填 我開始有咳嗽什麼的 然後我就被蛀膠抓去戳鼻子 這還滿痛的 對啊 蛀膠已經戳到底啊 對啊 然後就真的很疼痛很不舒服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被戳完的那一整天 其實我其實也不能來醫院這樣 然後就還滿困擾 就是對我們學生來說就是 浪費了我們實習的機會跟時間 哦 就還滿可惜 因為我可能這輩子 非常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去整型外科 如果說像醫生的話 可能就醫院的人力就會 就是有滿大的負擔這樣子 然後雖然打症很痛 對 可是現在如果還有沒有打第三劑的啊 或是有一些符合第四劑的人 可以快點去打喔 對 而且現在也開始說 如果你的家人確診的話 只要你打三劑就不用隔離 對大家生活應該是比較方便 嗯 就希望生活快點回到之前 方便的生活 對 只要你就是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禁忌症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去打一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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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跟朋友去吃飯這樣子 對嗎 我們都愛協償他都可以吃 哈哈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